大家好,我叫朱鑫峯,朱鑫峯,Wendy 我今天要演出的program就是 Bellin Sonata,Bellin Sonata Workage in G Major 是OPUS的三首,其中有三首 OPUS三首就有三首,三首都是Bellin Sonata 或Bellin Piano 我的手就是三首,這三首都分,不是按次序寫 其實我做過reserve search,和了解這個 Solana的時候,其實我都覺得她的背景很可愛 因為她這個Solana是Bellin 1802年寫的 那時候Bellin差不多三個歲,她是17703 差不多三個歲,這個就是她離開了她出生的地方 然後放進去做Vienna的時候 在Vienna的小鄉村那裡完成 其實這首歌,她在出版的時候 她就見證了給這個叫俄國的沙皇 Alisander一世 其實這個Alisander,她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因為她剛想要,她就把這首歌獻給她 就是因為很多人覺得很警惕她 去實踐這個體貌時代的精神 就是在社會上做很多議科 或者是很推崇這種很開明的政治 所以她就把這首,和其他兩首,可能三首的 可能三首的Solana都送給她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在這個Solana寫完之後的兩年 Bellin就寫了她很出名的英雄,英雄交雲曲 就是Number 3 那個就是獻給拿破崙的 其實拿破崙和Alisander他們之間有點遠 就是因為拿破崙是Waterloo的大壞軍 才被Alisander打敗的 所以這個集裡都看到她在三十歲 在那三十歲的時候 她是很崇尚那種英雄主義 和很分離社會 其實我覺得在這首歌上 我聽到少許她那種對於英雄的崇拜 就是有一點No和的感覺 好像一歪頭她有一個問題 就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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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之前蘇她指導我的時候都會說 其實這裏有少少那種 就是她會跟她做那種手冊 就是體現那種logo 那種不同的感覺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方面 關於這首歌的那個規定 就是Below跟她作這個關係 剛剛開始她的耳朵 開始關於她的下降 其實都可以聽到少少她那種 有少少不潔的 我連除了那種表面上很chip 或者是很歡樂的 其實有些段落 我們練的時候都覺得 其實是想… 她好像是有少少困難 但也不是很後期覺得很大的困難 所以其實這首雖然表面上 也不是很複雜 但我覺得她的情感上也算複雜 就是你要把握一個鬱動的部分 對 接著呢 看曲式方面 這首是很演繹的 Below跟她說 我今天就是她的First Woman 她裡面用了很大量 那種Below跟沒有演繹的 Sosanto 就是Opbeat那種 Dun 那種 有少少那種… 嗯 那些… 有少少英雄的 就是想要自己的抗爭 那種struggle 那種 還有也有時候 有開始用很多那種切分音 就是… 嘟嘟嘟嘟 嘟嘟 那種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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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證明公平時就… 其實在英國裡面 沒有很多人抓 但是在小禮林的那種 那種 Combination 或者是國際的那種 那種 那種比賽裡面 其實都很多人去遷就這些事 那我拉之前想多謝Bekky 對 她今天借我這個歌 我自己的歌 藍了 說不像買 買到一個新的 但是那個新的 音色不抄 很感謝Bekky 借你這個歌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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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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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